《陈胜吴广起义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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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陈胜吴》 《陈胜吴广起义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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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尽速送抵服役处所,降雨不能动功,可免除本次蒸发。 从内容上看,秦法姚义蒸发,充分考虑到自然因素,体现了人性的一面。 因为降雨原因,可免除本次蒸发,并不会有失期、法界人的后果。 这是不是陈胜吴广为了其义而忽悠大家呢? 当然,并不排除这种可能。 秦朝统一天下,饶益繁重,又没有科举制度,古人文化程度可想而知,不知法律也是情理之事。 不过,话又说回来,司马迁史记已连锦著称,而且史记成书年代剧秦并不遥远, 诗期,法界战应该是可信的,但为什么会出现不一致的地方呢? 史记在,朝廷征发吕左平民屯术于阳。 于阳是古地名,德名于于水金白河之阳,大致在北京是密云靴一带,在秦代属于边境之地。 屯术,即住房。 由此可见,陈生等人此去是要戍边服兵役的。 在秦代,戍边是一种半军事性活动,由百姓轮流完成,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摇曳。 由于涉及军事,对违法者的处罚,应该是比较严苛。 秦继承春秋时代的传统,对不执行军事命令等的人员加以严惩。 同时,刑法中规定,对没有遵守作战命令,及时进入战斗岗位的罪犯, 根据情节轻重,及与同奈刑到死刑不得的刑罚,是为失欺罪。 此外,刑律杂钞规定同居无并刑,献色夫,未及事例刑术不以略,资二甲,对帮助逃。 毕兵役,县卫,县令都要罚二甲的处罚。 组织者尚且如此轻罚,又怎言失欺要斩首呢? 陈胜、吴广按处罚的最高线来鼓动大家,这里面不无忽悠的成分。 不过,陈胜、吴广,在激怒两个随行的县位,并合力杀死以后,终于道出了石化及地令武斩, 而数死者顾十六七,即使不被杀头,但将来数边死去的可能性依旧很高。 此时,众人已经无可选择了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